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把这两盆水培的兜兰转回植料 我用水培的方法养殖兜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也开花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转回植料呢 来看一下 这是兜兰的根 长得还可以 但是呢 看这个 你觉得好看吗 根是没有烂的 而且呢 看这里 这里还刚刚冒出了花苞 看这个位置 这是花苞 再来看另外的这一颗 这中间冒出的这个 应该也是花窍 把它拉出来看看它的根 看 这些根 长了不少新的根 但是呢 旧的根 黑黑的 我就觉得很难看 尤其是有时候没有时间换水 它又长有青苔的时候 看到瓶子里的这些根 我就觉得非常的恶心 因为兜兰的根有很多细小的绒毛 水里的青苔挂在这些绒毛上 形成好像续状的东西 看着就不好看 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看上去就像发霉一样 这些根摸一下还是硬的 没有烂 但我就不喜欢看到这样 所以今天就把它们转回植料 虽然它现在长有花苞 我觉得这个时候换盆 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兜兰的花苞不容易消苞 好 先来准备植料 这里各占一份 有水浮石 四号的珍珠岩 还有木炭 这边是五份中号的树皮 两份P-Moss 泥碳玄 这是美国兰花协会 对兜兰养殖的指引植料配方 先来看一下这些植料 如果干的话呢 那些泥碳玄好像粉状的 就很容易沉在底下 所以呢 先用水把它喷湿 喷湿之后再把它搅匀 这样子泥碳玄就会均匀的裹住颗粒植料 不要小看这一步 这一步非常重要 否则泥碳玄会堆在一起结块 在盆里的植料也不均匀 也容易积水 最后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成这样就行了 可以上盆了 这是一个塑料餐盒 下面打了一些孔 这些孔不要打得太细 打得太细的话呢 泥碳玄一下子就把孔给堵塞了 孔大了又怕浇水的时候 泥碳玄全流走了 所以呢 在盆底下放一张网 来看一下这颗兰花的根 这些根摸上去都是硬硬的 不需要修根 直接种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花苞 这个是新苗 在盆底先放一些植料 再把花放到盆里面 看看它的高度对不对 这里有好几个苗 用最低的那个苗的位置来判断 植料放到这个位置 不能把小苗盖住 所以呢 这个位置要比盆面大概低 一厘米 还有就是把心牙尽量放到盆的中心位置 一只手把苗稳固好位置 另一只手呢 就把植料填上 填满之后 用两只手指压住盆面 然后再盆身拍打 这两只手指压住盆面的作用 就是防止植株往上窜 保证了植株在盆内位置的高度 上盆的过程完成了 看看 检查一下高度 植料离盆面大概一厘米 这样子浇水的时候 就不容易把植料冲出来 在盆面上可以看到有几颗小苗 分别长在不同的方向 所以把植株放在盆的中心位置 就对了 最后把名字牌和日期写上 现在来看另外的一颗 用同样的盆会显得太矮了 跟跑到盆面上了 这边呢 这个差不多了 在盆底下再放一些植料就刚好 选好盆之后 用同样的植料方法步骤 把盆上好了 把名牵牌还有日期写上 这就大功告成了 这两颗都蓝的叶子都有胶尖的情况 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用这种植料养殖兜兰很方便 不需要泡盆 看到盆面上干了就可以浇水了 兜兰的根有很多细小的绒毛 如果等所有的植料都干了 绒毛也就坏掉了 所以上盆的时候要注意 把所有的根都埋在植料里面 还有就是不要等所有的植料都干 后才浇水 这是今天所有的分享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